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入鸡蛋 加盐 鸡精调味 野菜饼里调味料别太杂了 多了野菜的味道就不好了 拌匀后倒入紫碗菜 豆腐丁 菜喉面充分搅拌均匀 让菜叶上沾满面粉 这样就不容易尖碎了 加水红面 和这个面就记住一个原则 最终的样子是弧状就可以了 其他没什么特定要求 如果想要劲刀一些的话 稍微稠一点多搅一会就可以了 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就画面中这样就可以了 和好的面糊重新装一个碗里 锅里加油烧热 倒一勺面糊摊开 一面定型翻面 再用铲子压一压容易熟透 煎的两面上色均匀出锅 紫碗菜饼好了 不得不说紫碗吃着很香 除了不太好找都挺好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请大家帮忙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